今天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雄安此人受表彰 今天上午10点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我省30名个人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其中就有雄安新区安新县赵北口镇党委委员 武装部长张平均 2020年春节一事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他服从指挥 永挑重担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疫情防控办主任这一特殊岗位的责任与担当 从紧急部署到拉网排查 从设立关卡到环境潇洒 从科学管控到精准实测 他始终坚持一线奔走 靠前指挥 带领赵北口镇防控办打了一场漂亮阴仗 用他的话讲我不能睡 这么宝贵的时间怎么能睡觉 前期管控是疫情防控的最有利时机 我们最重要的是精准摸牌 迎格进格 快速处置 这是阻断传播渠道 遏制疫情扩散蔓延的最有效手段 这是在与时间赛跑 我们必须抢得先机 机不可失 到达集保重型了 到达集保重型了 就把这转移过去执行